我的天呐 你吃过这种白色变异草莓吗 听说用镊子把它的籽一颗一颗拔下来 它就会变成巧克力味的 太神奇了 草莓还有白色的 而且把上面的籽刻在以后 还像巧克力那样的 真的假的 它才吃得出了一层四年都不伤了 要不然咱们也买一点回来试试呀 马上下班 宝珍 白色草莓给我们摆来了 来看看它的芦生真面目 这一颗一颗的也太烦闹了吧 但是上面的草莓籽就跟黑头一样的 看起来好香啊 真的有一股巧克力味 这两颗买了两百多块钱的 这太贵了吧 这要是扣完死的话 你哥哥们也得吃五十块了吧 那咱就别费的话赶紧开始扣吧 小伙伴们 你不说这个草莓籽好不好扣呀 看着密密麻麻这么多字 扣起来肯定很难 小心一点 夹住一个试一下 哇一下子就被我拔出来了 这种感觉真的像在扣黑头的 就是夹的手有点酸啊 也不知道我得扣多久才能扣完 我也挑一颗长得超可爱的小草莓 小伙伴们 你们说为什么白色草莓的籽是红色的 但是红色草莓的籽却是绿色的呢 哇这个白色草莓的籽感觉有点难扣啊 虽然看上就很明显 但是没有红色草莓那么好扣 扣的时候得用力拽 才能拽下来呢 因为这个红色的籽特别明显 所以一颗一个准 白色草莓的籽比红色草莓的籽明显要大一圈 小伙伴们你们猜一猜这一颗白色草莓上有多少颗籽呢 我的手都快扣断了 还有这么多籽 才只扣了粉色这一面 这白色草莓的籽也太多了吧 我脖子都花了 我眼睛都花了 今天在一小时内扣出草莓籽最多的人 可以获得一万元草莓奖金哦 一万元草莓奖金 我记得好多草莓啦 我眼睛突然就不花了 我脖子也不疼了 感觉自己疼了 小伙伴们 我发现了一个惊强大秘密 这个草莓籽啊 不仅有这种鲜艳的红色 还有这种淡淡的草绿色呢 中间还夹杂着我最爱的黄颜色籽 你们说是白色草莓是不是很神奇啊 那咱们就从这绿色这一面开始夹吧 夹了半天 怎么感觉这绿色的籽没有红色的籽 好夹呀 难道是因为这半面没有熟 老实在我就挑红色草莓籽来夹了 绿色的草莓籽已经被我抠完了 现在只是红色的草莓籽还没抠哦 不好意思 我已经成为抠了一个草莓啦 啊我还有半面没抠的 现在只剩15分钟 今天我扣子肯定是最多的 我得敢抠你了 来扣一个12颗哦 红色的草莓籽可比绿色的草莓籽好扣多啦 就凭我的手速我一定能超过贵贵的 扣完子的草莓比没扣子的草莓看起来真的要粉弄很多啊 颜色都变成小鸡鸡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帮这颗草莓演去一下背头吧 时间到了 这么快啊 幸好我把最后一颗泽给夹了 还剩小拌面呢 我扣出了两个完整的草莓 它们的颜色粉红嫩嫩嫩的好通透呀 我比贵贵少扣了半颗 但是我扣出来的泽也挺多的呀 我也扣了整整两面值的泽啊 而且这一面都各位多呢 不不我们扣的子到底谁多谁少呢 小伙伴们快帮我们数一数呀 到底我俩谁赢啊